1970年,刚刚从北京乘坐飞机回到安徽准备安排工作的李德生就收到了一封集电 内容是,主席急召他回到北京 这一封电报让李德生有点摸不着头脑 自己在出发以前,明明已经和主席汇报过了 按道理来说,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来不及细想,主席的命令没有人会质疑 于是,刚刚回到了安徽的李德生就搭乘飞机再次返回了北京 到了北京之后,李德生才知道 主席让自己回到北京是为了参加政治局的会议 但是按照惯例,像他这样请假到外地的政治局委员 是不用参加政治局会议的 可是,主席依旧如此着急地将他召了回来 很显然,这次的政治局会议不同于往常的会议,一定十分的重要 可是,当李德生急匆匆地赶到中南海的时候 主席却没有多说什么话 他只是拉着李德生的手,说了一句 德生,来做北京军区的司令员吧 别人我不放心 这句话震住了李德生 他不知道主席为什么这么对他说 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 主席为什么会让李德生突然回到北京 又为何点名让他做北京军区的司令员呢 主席的不放心到底是在担忧什么 这个名叫李德生的人 为什么会让主席如此的信任呢 其实,李德生一开始就不在北京工作 他的工作地点一直是在安徽 但是,就在69年的一天 李德生接到了总理的电话 说是要让他到北京来工作 李德生想要拒绝 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能力还不足以让他到北京去工作 但是总理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他告诉李德生,这是中央经过商议后才安排的 一般来说,从地方到北京工作 人应该高兴才对 但是为何李德生却认为自己能力不够 想要拒绝呢 这还要从李德生的经历说起来 李德生出生在河南新县的一个贫农家里 28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解放了他的家乡 从那个时候开始 李德生就对解放自己家乡的红军产生了向往之情 为了加入红军 12岁的李德生加入了自己家乡的娃娃军 为战士们站稿放哨,送信带路 终于,在他14岁那一年 他加入了我们的红军队伍 4年加入了共青团 一年后正式成为了一名党员 从这里的经历来看的话 其实李德生的经历还算是根正苗红 但是为什么会对于到北京去任职 显得那么没有信心呢 其实,这和他之后的一些经历是息息相关的 最开始的时候 李德生作为一名一心一意 为国做贡献的士兵 无论是平时的工作 还是后来的战斗 都是十分用功且勇猛的 军衔也一路升了上去 甚至于在一次战斗中 他的左侧胸部被敌人的子弹打穿 众伤到他几乎死亡 虽然最后抢救了回来 但是最后也因为伤到了神经 导致他的左手留下了残疾 在养伤的时候 他看了不少关于我党思想的书籍 所以那段时间 他的思想提升是巨大的 但是就在三五年的时候 李德生遭遇了诬陷 被撤销了所有的职务 并且开除了党籍 这件事对于当时的任何人来说 都是灭顶之灾 我猜测 这也是后来 李德生不想到北京工作的原因之一 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 或许 这样的争斗 并不是他想要的 但是当时的李德生 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 反而是继续跟随着我党的步伐 参与了长征 他翻过雪山 也蹚过草地 在长征的途中 经历大小战斗数百场 终于在三六年底 重新入党 并且在四六年的时候 上级也为当时的错误 决定给予了李德生一定的补偿 但是在我看来 或许正是因为当时的事件 使得李德生 从一个文武全才 渐渐地变成了一个 更加偏向于战斗的战士 抗日战争时期 李德生参加过不少次的著名战斗 夜袭阳明宝机场 响堂铺 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 他都参加过 而且在战斗中 他还屡见其功 曾经以一个营的兵力 击溃了日军一个大队 这样的功绩 在当时来看 那简直是一个神话 日军的步兵大队 按照当时的编制来说 一般是八百人 到一千五百人不等的数量 跟其他国家的一个营 基本相当 但是 这一个步兵大队 下辖的 却有四个步兵中队 每个中队 步枪一把零五支 轻击枪九挺 制弹筒十二具 一个机枪中队 装备重机枪十二挺 一个运输中队 以及一个 装备了两门 七十毫米步兵炮的 大队炮小队 即使是在 被人们津津乐道的 抗日剧亮剑中 以李云龙不讲理的战斗力 并且是采用了 较为取巧的 土工作业的模式 在李家坡一战 也才堪堪打赢了一个 被七七二团 硬生生打了 八个小时的山骑大队 而且 你也别忘了 在这之前 李云龙才在军需处那里 额捞二十箱手榴弹 这二十箱手榴弹 加上之前全团的库存 在这一战中 消耗殆尽 两个团 用了十个小时的时间 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才吃掉的一个大队 被李德生 用一个赢的兵力 就给击溃了 这放在什么时候 都是一个 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的奇迹 而这也只是 李德生军律生涯中的 一朵小小浪花 解放战争时期 李德生 在相反战役中 夺下了琵琶山 真武山 铁佛色三道关口 因为用兵奇巧 所以也被称为 刀匹三官 而获得淮海战役中 带领自己的部下 九天骑行军 终于是配合其他部队 完成合围 全牵了皇位兵团 夺取了胜利 甚至在渡江战役中 李德生也是带着自己的部队 夺取了铁板猪阵地 成为了渡江战役的跳板 战斗中 李德生永远是 身身士卒的那一位 以往的将领 在战斗的时候 都会在战场的后方 指挥全局 但是李德生 偏偏就是要冲到第一线 根据曾经他的部下回忆 曾经在一次战斗中 李德生就站在最前沿 指挥战斗 战斗当时进行得十分激烈 就在李德生退了一步 回头告诉自己的部下 新的命令的时候 一串子弹 就打在了他刚刚站立的位置 而这样的凶险的场景 还有很多 这也让部下 都十分地佩服这位上级 李德生 不仅仅杀过小鬼子 弄过委员长 也打过美国兵 在抗美援朝的时候 李德生接到上级的命令 带着自己的部队 开往了朝鲜 在上甘岭第二阶段的战斗中 击退了敌人数百次的进攻 赢得了上甘岭战役 最终的胜利 可以说 在他的军律生涯中 战斗就是一切 就连后来去深造 也是在解放军高等的 军事院校中进行的学习 所以 李德生才对于自己进京任职 其实是没有什么信心的 毕竟 自己会的大多数都是打仗 做官 自己可是不擅长的 但是 当听说自己是要当 北京军区的司令的时候 李德生还是有些拒绝 因为在他之前 北京的军区司令 可以说 都是神一样的人物 毕竟这是守卫祖国的心脏的部队 必须是最精锐的 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 是第三任 如果李德生上任 那么就是第四任了 那么在他之前的军区司令 都是谁呢 第一任 是被总理称为解放军三阳开态中的第一位 杨成武 这位早在三一年就曾经被聂将军称为模范团政治委员 而在朝鲜战争中 他一个人就获得了两枚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这个勋章在当年的朝鲜战争时期只有98枚 而在55年的时候 我国也授予了他一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等等 第二任 也是三阳中的杨勇将军 这位同样也是一位神人 连主席当年都夸赞他文武双全 曾经的他 差点被子弹掀开头盖骨 也被子弹打穿过脸颊 还在平行关与板员征四郎的白刃战中 肩膀中弹 更是在抗美援朝期间 组织了夏季的一二次进攻 在后来 更是俘虏了南朝鲜的王牌 也就是他们首都市的副市长 在一定程度上 迫使美国接受了停战 至于目前的北京军区总司令 和李德生也算是同乡 都是河南信阳新县 这个将军县出来的人 主席曾经夸赞涛说 南有许是有 北有郑维山 顺带提一句 许是有也是他们的同乡 现在新县的许是有顾李 依旧在 这三位的诸遇在前 或许使得李德生有些惶恐 但是主席并没有在意 反而是特意让他留在了北京 于是在北京的李德生 就开始了自己忙碌的工作 他除了要参加中央政治局的活动 以及中央临时交办的任务之外 还要参加军委办事组 和国务院的工作 并且安徽省 安徽省军区 以及十二军的事情 也是由他来操心的 在最开始听到这些的时候 李德生就头疼 他认为 自己可能无法胜任这么多的工作 希望主席可以免去他的一些职务 但是主席却告诉他 一个都不要免 同时 主席希望李德生 可以一边工作 一边学习 把他三分之一的时间 放在北京和安徽的工作上 三分之一的时间 放在调查和研究上 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 放在学习上 但是问题来了 主席为什么如此的信任李德生呢 其实 主席和李德生的第一次见面 是在68年的 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在这之前 李德生的名字 仅仅出现在主席所批阅的报告上 虽然主席从报告上来看的话 对于李德生在安徽的工作 也是十分的满意 可是 自己却从来没见过李德生这个人 而在这一次的会议中 总理在念分组名单的时候 念到了李德生的名字 这个时候 主席问了一句 哪个是李德生 两个人这才见了面 其实 按照我个人的猜想 主席最开始 之所以对李德生感兴趣 还是因为他的名字 在抗战时期 主席在陕西成立的昆仑纵队 当时因为敌人的压迫与搜捕 所以主席和总理都起了画名 来伪装自己的身份 主席的画名就是李德生 取了旗开德胜的意思 而德胜和德生 虽然字不一样 但是发音却极其的相似 而看到李德生这个名字的主席 很可能想到了那段争容岁月 但是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就是这样匆匆的一面 到了69年4月 北京举行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李德生作为安徽的代表 出席了这次会议 而这一次 主席又听到了李德生的名字 便提出了 再看看李德生同志的想法 这也是两人的第二次会面 这一次 主席亲切地和李德生谈了不少 虽然在我看来 李德生一定程度上 是借了自己名字的东风 但是更多的是李德生自己的努力 在战争时期 他勇猛作战 到了地方的时候 一手抓民生 一手抓经济 江安徽的一切都搞得虎虎生风 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狠抓军纪 江那个时候 战斗里已经有些回退的部队 重新拉回了巅峰 而他自然也成了别人口中的好干部 好军官 正是他自己的努力 才在主席注意到他之后 成功地将目光留在了他的身上 而注意就是一把双刃剑 以主席当时的态度 如果当他注意到的李德生 是一个什么时事都不干的家伙的话 恐怕等待他的将会是一撸到底了 所以在70年的时候 主席直接就定下了李德生 作为下一任的北京军区主席 70年是个什么时候 太平盛世吗 并不是 在那个时候 我国和苏联的关系交恶 两个关系几乎下到了冰点 百万钢铁雄狮 在我国的边境聚集 一旦开战 位于北方的首都北京 压力势必极大 而作为祖国的心脏 北京的守卫 不能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差池 其实李德生也曾经想过 一心一意地搞好北京军区的工作 所以他提出了辞去自己的一部分职务 但是结果大家也都知道 主席回绝了 不过主席也说了 让他将自己的主要经历 还是放在北京军区上 而且主席推荐他读一读 《二十一史方鱼记要》 这是一部研究中国军事史 以及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虽然李德生按照主席的要求 反复地读了《二十一史方鱼记要》 但是他百思不得其解 主席要自己读这一本书 到底是为什么呢 知识往往是要用到的时候 才会显示出珍贵 而在一年后的9月12日 李德生在总理的交代下 接管了空军总部的时候 才明白了当时主席的苦心 在这一瞬间 无论是主席为何让他 出任北京军区的主席 还是主席为何极力推荐那本 《二十一史方鱼记要》 在李德生的心里都有了答案 14日 一架飞机在蒙古坠毁 人们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而主席的高瞻援主 在这一刻表现得淋漓尽致